山寨探案16 你不要騙我 三知三 9月15日高惠健存了3萬元入X銀行戶口 聲稱還給他欠款 9月16日高惠健打電給X 說那筆錢是他大約老闆借給他 現在對方要求歸還 再問X借2萬元 X被要脅把錢傳入戶口中 9月15至18日 優德堯多次接到高惠健的預約 去九龍站上街豪宅接送 高惠健跟他說X是他的女朋友 9月19日高惠健在沙田訂了一間酒店房 之後跟郭浩倫兩個女子上房 翌日早上一起離開 9月26日高惠健跟優德堯說 自己開設公司 家人在外國 早前在內地工作一陣 維修銀包含證件等等 需要借3千元來補辦證件 郭德堯只是願意借出500元 將存潮入高惠健銀行戶口 試一下去聯絡不到高惠健 郭德報警求助 警方翻查出入境記錄 發現高惠健沒有往返內地的記錄 9月25日 X報警揭替高惠健的罪行 10月31日 高惠健在X握到的錢入面 拿了2千元 投注史督城對史雲斯的英超賽事 史督城以3比1勝出 高惠健獲得3萬元彩金 他還未拿到彩金 就已經被警方拘捕了 在3次錄影警戒作攻 以下是第一身講述 我一日借貸信用太差 我甚至申請和用到信用卡 和月費式的流動電話 一日和其他人有錢人交割 個人資料被上載在網上 我甚至用自己的真名 一日經濟不行 用第二件身份證 我沒有講過真名給XG 用我潘文迪這個假名 X報我租了灣仔君治酒店的房間 我很感激他的幫忙 對他有意思 感激他 很感謝他 問了X3的問題 包括 介不介意上床 介不介意我碰你 又沒有拍過拖 X就說沒有拍過拖 不介意碰 不想這麼快的關係 我說碰不是真做 想試一下用下身碰他的下身 X就沒有問題 兩個人隨正內褲睡在床上 X沒有性經驗 叫我不要真做 同意我將羊具磨擦在陰道口 磨擦當時一下子不小心 將龜頭的部分插在X的陰道入面 X感到痛楚後 我就馬上把羊具拿出來 我插了龜頭的私音進去下體 他一叫痛 我就拿出來 沒有做過 我只拍了兩張照片 都是有枕頭遮住的 兩張照片沒有傳出去 離到酒店前 在X面前刪除了 我用不同的藉口 叫X去銀行借錢 給錢我用 用X向匯豐銀行 和幫民財務所借的錢 租港警媒一個服務式住宅單位 叫X開過馬會電話投注戶口 我YX說自己是有錢人 做生意會有很多錢 一時周轉不來 他X是銀行借錢 跟他說很快還錢給他 令到X以為我真的有能力還錢 我就用不同藉口想拖著就算 沒想過一次過還錢給X 2016年11月17日 高偉健 編號16024-16 寫信給談錦勝 譚sir我知道你找了我三年 由當日我們關係變差開始 你一直都想置我於死地 當日我是你最惜的學生 我想我們都應該是時候解決 談回所有事 入些日用品給我 在荔枝角收下鑰匙多有 日用品 毛巾 洗流水 肥皂 肥皂盒 煙乘三包 零食 零入錢買包袋3元 和收音機162元 你可以問黎知國收下鑰匙入野詳情 你盡快來 我們三口六面講清楚 和解決所有事 還有希望你不要將我的事再說出去 這三年你做過什麼 我很清楚 讓大家冷靜談談 同日 各位見又再寫一陣談感性 譚Sir 這事我給你第二封信 到為最後 我此事想講幾件事 1.來荔枝角收下鑰匙見我 我會安排你要的事 2.只見你 子琦和媽媽 3.叫子琦見一見我一次 4.叫我媽見我 5.盡快見我 6.幫我入野 或者荔枝角收下鑰匙多有 毛巾 洗流水 被灶 被灶盒 補 煙 乘3包 電池 入錢買包袋 收音機 鬚袍 7.不可跟其他人講 如果你想大家平心地解決所有事 因為我這幾年都知道你做過什麼 8.盡快見我 9.幫我將信交給我媽媽 給個機會大家修補關系 11月18日 高維健寫信給父母 爸爸媽媽 你們還好生氣我 但希望你們可以過了一口氣 就見見我 來緊天凍小心身體 這封信我會寄給譚Sir交給你們 我知道這幾年給了好多麻煩 同使你們痛心 但希望你們可以平心靜氣 給我一點時間 來見見我 聽聽聽我說的事 來見見我 12月19日 彭坦靚收到高維健的信 他本來不想看 最後都是看了 看完之後得出結論 這個人永遠不知富改 留在今天一輩子 未成為一件好事 彭坦靚收到高維健的信 如果看了我的信 不來見我又不談的 那就算 我只等到你星期日 我只是想修補關係 和安排一些東西 說話已經講了 見不見你自己決定 星期日後我不會見 是不是這麼決絕 你決定 11月25日 高維健在黎智國收藥所 寄信給譚錦勝 譚錦勝就認為他心理變態 沒問題 12月20日開始 高維健多次在東區法院提堂 2018年年底 案件移交到香港高等法院 高維健被立案控以14項罪名 包括 1項強姦罪 1項猥蝕侵犯另一人 5項納索罪 4項欺詐罪 2項盜竊罪 1項搶劫罪 2018年11月30日 高維健在高等法院受審 承認1項欺詐罪 事件涉及欺詐一個Uber司機500元 其時13日控罪 他都不認罪 12月5日 26歲X在平安裏作弓 接受辯方盤問 X和警方落口供時 沒有把所有事和盤拓出 他解釋當時媽媽身邊 不需要擔心和心痛 感到自己受騙已經很壞了 擔心又再被家人摘納 對細節有所保留 X接受盤問說 案發之前已經是狀況很好 他有儲蓄習慣 平日是不會隨便借錢給人 一定會考慮交情和對方的還款能力 他等於借錢給高維健之前 曾經了解財政狀況 包括問他的職位收入 為什麼公司會給他大權 打電話就有錢匯過來 高維健沒有出庭置變 代表他在皇大律師陪問X那時說 高維健和X在6月那時已經認識 不是X所說的8月底 兩個在7月還相約在 Terminal 2食彈奏 9月9日租金在酒店房間時 X是意高維健先用現金支付 在第二天再用信用卡套現租房的按金 當晚兩個房間裡聊天 果然感謝X向他表示好感 對X說他投資有道可以夾勤投資 贏了錢可以分給X 輸了錢就不用X負責 高維健從來沒有要求X傳2萬元去馬會投注戶口 說要用來賄賂會計 這2萬元和X多數聲稱被勒索的款項 高維健從來沒有要求X傳2萬元去馬會投注戶口 他舉過兩項盜竊中的金額 其中7萬元在X拿到貸款後 給了5萬元媽媽 另外2萬元連在恆山銀行提出的3萬元 是被高維健原來夾份賭博用的 X建議高維健約地產看樓 租住九龍山單位 打算和高維健一起搬進去 兩個人住主人房 客房又來給X的親戚來香港鎮住 9月12日 高維健在酒店房屋子和X表白 她無得出手機的照片 沒拍過裸照 兩個人扳給咬咬咬咬的 5萬元和X貴健親戚 最後5千元 黃道士和X說 是X向高維健協議分擔的 一人一半有關還款和施費 12月14日五男二女陪審團退庭商業6小時後 裁定高偉健全部13號控罪罪名成立 連同開首安鎮承認一項欺詐罪 合共14項罪名成立 下午4時20分高等法院法官潘敏奇判刑那時說 X在這單案裏一共損失了22萬多元 高偉健不單是RX的錢 這些錢除了X所有的積蓄之外 X還要償還債項 X在公開時清楚說出 兩年來精神上所受到的煎熬 令他患上抑鬱憂慮症 高偉健對所作所為完全沒有承擔 本席完全察覺不到他有任何悔意 高偉健各項控罪總刑期41年6個月 下午兩刑整體性原則 部份刑期同期執行 總刑期11年 紅花騰外面透露 高偉健另外涉及以同類手法 詐騙妙齡女子 當中涉及二十幾個受害人 包括高偉健的中學教師譚錦勝 這案件正陸續在區院處理 紅花處理證明那一陣向法庭申請 將一張中獎三萬名的彩票歸人給X 高偉健反對 法官直接罵他 還想自己要回 不准呀 高偉健不服定罪與判刑提出上訴等許可申請 同時 所謂中獎彩票的彩金 2020年7月7日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彭偉昌 聆訊申請來裁決 法回高偉健就定罪及刑期提出的申請 批准他就彩票被充公命令正式上訴 12月24日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楊振耀 辦法上訴法庭判案理由書 高偉健向上訴法庭表明會放棄全部申請 包括就充公令提出的上訴 高偉健無息時取消申請 嚴重浪費法庭時間和資源 浪費幅度之大亦很罕見 上訴法庭認為有需要行使 應是訴訟程序條例 第八十三W條 賦予法庭權力 下令高偉健在等候上訴期間 所負刑期內的四個月 不計算在他應服的刑期內 2022年5月30日 區議法院法官廖文健 審理譚錦勝和高偉健的前債案 裁定譚錦勝案情屬實 高偉健需向譚錦勝上還 1492,730元 同時相向譚錦勝支付利息 6月4日 譚錦勝在網上更深 給高偉健詐騙的詳情 一個無業 沒有固定居所 陳氣寶潛逃 又陳犯兒童拿照納索的賤人 放出來只會再危害人間 望上天能給予這賤人 有阻嚇性懲罰 謝謝你 謝謝你 等一下 谢谢大家